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木塔这个结构技术太好了 所以它非常牢固 它其实在这个900多年里经历了非常多次大地震都没事 据说这个唐山地震的时候 这里的震度也有四级 然后所有这个乌角的风铃大响一分钟 木塔安然无恙 木塔遭受的这个最重大的这个重创 其实是20年代这个军阀混战的时候 曾经升中200多发炮弹 200多发炮弹没有打 没把它打倒 对 当时的炮可能威力有限 但是反过来也说明这个木塔的结构是多么的坚固 您看 这就是当时炮弹打穿的这个弹孔 木塔身上有很多这样的弹孔 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过这个 在它的这个暗层里头 能够找到这个 很多的弹孔 这个窗子好像也是炮弹打的 这是真正拱眼壁里的窗户 对 上头的暗层里我们待会能看到 然后这里 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你看 我们从这个梁架的缝隙看出去 我们来到了大佛佛头的高度 看到吗 还能看到它的罗发 甚至是它的双眼 但是这个本来不应该给人看 这应该是损害的 本来这个应该是拱眼壁 就是斗拱之间的这个墙壁 但是正好这是这个坏了一点 反而可以惊鸿一瞥的看到大佛 我们再去找一找其他的 这可以像一个奇景框一样看到 对 你在这个角度看是最好 好 马上我们就要来到它的一个 这个一层和二层之间的一个暗层 哦 这里就挺黑的 对 这是那个结构层 是的 好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到 木榻过去受过的很多创伤 好 您小心 跟着我来 这里也能看到暗层里面 这个纵横交错的结构 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详细讲 好 但是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些很珍贵的这个 历史记录 你看这上头有很多 贴了一个方向 写了锡 现在这个是潮溪的方向 对 它们记录 你看这些都是 哦 这是子弹吗 当时留下的这个弹孔 这些是弹孔啊 你看这个网 这个里头看最清楚了 哦 这是一个弹孔 对不对 一个个弹孔在里头 对 是个弹痕 那么木塔身上其实伤痕累累 您看这里还有一个 可以看到一个弹道的痕迹 一枚炮弹打穿了这里 最后又打进这个洞里去 您站到我这个位置来 看得更清楚一些 哦 把这些木头打坏了 然后过去了 对不对 可以想象当年200多发炮弹 一起向这个木塔袭来的时候 那个恐怖的情况 很小的炮弹啊 对对 是 你想1920年代的时候 根据弹痕来判断一下 它到底是爆炸了还是没爆炸了 对对 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可以探索的小课题